它并不限于一个州国民兵 它各个地方 我们也要派人吗 我们目前有些人在那个地方 也就官模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三月份出席美国众议院公开表示 美国民兵与盟国所建立的 州国办计划 将会提升台湾在紧急状态下的 应变处置能力 并且规划从2023年到2025年 循序从建立 整合 执行 三个阶段来进行 那他们会参与相关的联合演训吗 这就要进一步要谈 去年二月份美国总统拜登 政府公布了美国印太战略 表明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 防卫 外交 发展 以及对外援助的资源 主要是为了抗衡中国大陆 在印太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 寻求区域伙伴能够确保台海安全 而美国2023年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NDAA 则制定了台湾任性强化专章 尽管台美军事合作 已经在进行当中 但要不擦枪走火 这和平才是和气 又不伤财的最佳共识 避战不求战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绝对是嚇阻 不让对方有任何 想要清洗战端的理由跟借口 人静卫视张云晨在任中 台北三保报道 好 好 感谢观看